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2月20日星期六的第一節 一起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在昨天 大陸的科興疫苗正式運軌了香港 有部分高官慶高采烈地走到機場的樹形節 包括有陳肇始局長 和聶德權局長 兩人好像殺熟狗頭 不知道有什麼高興 反正整排高官站在亭基屏的樹 舉起舞指影大合照 至於這次科興疫苗 打好還是不打好 有部分專家都是很有保留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那些高官就殺熟狗頭來迎接疫苗 至於 建制派的大佬 民建聯 今天就開了記者會 你看見他們說的 就真是受不了 他們的記者會就叫做 兩會建議和題案 搞到差不多 整班人站出來舉牌 他們很喜歡舉牌 那個牌上面寫什麼呢 就叫做感謝中央送來疫苗 你有沒有搞錯啊 怎麼感謝中央送來疫苗呢 那時候是你特區政府幫襯他 要付錢買 真金白銀 感謝中央送來疫苗 怎麼送呢 贈送還是運送 全部都是特區政府出錢 愚蠢 是不是 怎麼感謝中央送來疫苗呢 送什麼 給錢也叫送 這些說法 根本就是硬來 騎劫了事實 給錢的就不是叫做送 是叫做交易 而交易雙方 就是公平和對等 不要說 現在打算舉牌 又變成你講的 才是為之正確 離譜了 接著我們又說說 政府的專家顧問 許樹昌教授 他今天出席電台節目的時候就說到 說接種第一代疫苗主要就是減低有症狀的風險 就不是防止感染這一種肺炎 不過呢 打針之後的病情就是會相對輕微一些 也可以減少併發症 社區感染又會低一些 他就說 以色列有不少人都已經接種了疫苗 確診個案就跳水式下跌 明顯就是疫苗發揮效用 我就不會質疑別人的疫苗是在發揮效用的 不過 以色列那種接種的疫苗就不是科興的嘛 這些又是硬來的 你要比較就應該拿回到底有哪一個國家 他是主力打這隻科興疫苗的 這樣比較才有意義的 別人打那隻 別人不是打科興的 你說比較給什麼教 別人是跳水式下跌 那就怎麼樣 是在發揮作用 不過不是你那隻在發揮作用嘛 你不能夠這樣偷緣概念 而這位許樹昌教授所說的話 很多時候都是令人質疑的 上一趟有記者問他 你到底會不會打科興疫苗 他竟然說這個是私人問題 不要把問題政治化 什麼叫做政治化 你是衛生防護中心其中一個 叫做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的委員 你是有份審批這隻科興疫苗的嘛 如果你有份審批你都不打的時候 那你的民眾也有信心 是不是 你應該就去打 跟這個林鄭一起打 是不是 你自己都不敢說打還是不打 你是一味審批 我們又看看 港大公共衛生學院的 高本欣教授怎麼說 他就說 科興疫苗的保護率不高 就算大規模接種了 都不等於做到群體免疫 要達到六七成人免疫 就需要幾乎所有人接種高保護率的疫苗 例如是復必泰 稍後回望的時候 就可能會後悔 因為未必好像想像中這樣達到高的群體免疫 當市民接種了科興疫苗之後 他就說不知道 能不能夠再接種其他的疫苗來提高保護率 跟著這句就重要了 他說給市民接種疫苗是有急切性的 但是他就不介意再等多一會 獲得一些適合的疫苗 以正確的方式來進行 確保我們為香港做正確的事 基本上他就是對於這次科興疫苗 暢談到不得了 而且他還點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當市民接種了這隻 保護率不高的科興之後 他能不能夠再轉另一隻疫苗來打呢 沒有人知道的 現在沒有相關研究的 你打開一隻就打那隻 所以 他就說不介意等多一會 這就是專家的意見 專家就不是只有許樹昌教授之流 另一位的專家就是醫學會會長蔡堅醫生 他就說到他自己是長者來的 因為有敏感 所以就暫時不會接種疫苗 他就認為如果是健康的長者 就應該接種一些保護率高的疫苗 他都說得很清楚 他一定不會打這隻科興 因為他說敏感 煩到疫苗他都不接種了 其實說敏感這件事 唐英年都是用相同的原因 反正很多專家都說不打 這個袁國勇教授 他又說不打 因為他說 他相信自己所做的事 所以他就只會使用 港大自行研發的噴鼻式疫苗 他就不會打針 所以 專家的意見 就不只是一面倒 不是只有許樹昌教授那一堆的意見 這些都是專家 我認為要兼聽才行 而在昨天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凡就說到 說香港和大陸以及澳門的通關 是會有先決條件 分別就是要單日的新增確診個案 穩定地回落至到單位數 另外 過關的市民 也有機會需要先接種疫苗 當然這番說法就是 陳凡單方面說的 大陸和澳門方面 未曾有一個消息 說要和香港通關 至於你說如果過關也要打疫苗的時候 我相信很多人就會卻步 免除了很多不必要的旅遊 因為你說打疫苗 其實那種疫苗本身有沒有效 都不是那麼重要 因為你說 要過關的人就要先接種疫苗 這些只是功能性的接種疫苗 問題就是 你打的疫苗到底有什麼副作用 是不是 袁國勇教授都說要看看到底有什麼副作用 才打 所以大家就先看清楚 不過那些藍絲如果趕著要回大陸 就讓藍絲打 但是 我相信大部分的市民 都是可以等的 反正不等都等了一年 不爭在右等多一年 就等其他人去打 而且你現在只有這個科興疫苗 就算打完之後你都不代表立即通關 那時候你自己吹風 上邊也未曾說 澳門方面也未曾說 這些純粹就是香港單方面的說法 好 接著我們又看看到底大陸接種疫苗的情況 是怎樣 昨天 有一份叫做浙江省 醫療衛生人員 新型冠狀病毒疫苗 接種意願和影響因素調查 的文件是發佈了的 那個發佈人就是中國疾控中心 和浙江省疾控中心 這是真實的 官方文件 可信的 照計是不是 好 看看那些數據 這份的問卷就是以網上的形式來調查 到底 願意接種疫苗的人有多少呢 對於緊急使用的時候 願意接種的受訪者 就有42% 至於 當疫苗上市之後一般的使用 願意接種的受訪者 只有27% 明顯低過普通民眾的九成接種疫苗 而這一班的 醫療人員 他們的學歷是怎樣的 中專以下的 就是3% 大專或者大學就是7% 碩士以上的就是1% 即是說這班高學歷的 醫療人員 他們都不是說很想打針 這個是官方的數據 沒什麼好說 不會說假 真的 藍絲都沒有質疑 中國就是控中心公佈的 那到底為什麼那些人是不願意 接種疫苗呢 他們有些 調查的 主要的顧慮就是 疫苗有副作用 就是5% 懷疑疫苗的有效性就是3% 而當地沒有病例不需要接種就是2% 疫苗需要收費就是2% 死 當然這個應該是複選的 因為那個 百分比就是大過100 大家就看到了 大陸那些高學歷醫療人員都不願意 現在香港還要只有一個 打不打呢 自己就要想真點 因為正如高本恩教授說 你打了保護率沒那麼高的疫苗之後 就很難是轉第二隻的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先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